這台是三星電子鎖的型號739 那他的指紋模組採用電容式指紋模組 那最多的記憶容量可以記憶到100枚手指紋 那有100個手指頭可以登入裡面 那我把手指紋這樣輕貼上去 就可以進行開門解鎖 那接下來是他的密碼的部分 我先把門上鎖 他密碼的部分他有一個是浮動的跳動式密碼 他會在我們要按正確密碼之前會先跳出浮動式密碼 來讓我們的指紋不會殘留在固定的位置 我測試一下 這個功能可以關閉也可以開啟 我能靠近的時候 會喚醒他的浮動式密碼 這時候我只需要把它按掉 面板會全部打亮 當打亮的同時 我輸入正確密碼1234 再按米之鍵 就可以完成開門 那這個密碼的部分我剛剛輸入1234的這個組密碼 管理者的組密碼 是我管理者在用的 那 我可以幫我的訪客 也就是說其他的使用者 我不需要讓他知道我的管理者密碼的時候 我可以幫他登入 額外的 額外的密碼 密碼的部分我可以登記 總共 記憶組是100組 可以有密碼跟卡片 兩個共用的位置 兩個共用100組的位置 也就是說我可以 比如說99張卡片 一組密碼 或者是99組密碼 一張卡片 那當你在做設定登記的時候 你要 必須先把它設定在你指定的位置 比如說 01 就是 卡片 02你設定成一組密碼 03 以此類推 那 備用鑰匙的部分 我們從屋外如果萬一遇到故障或沒有電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把這個 下面這個拉蓋拉開 拉開之後 下面會有一個鑰匙孔 我們只要把鑰匙從底部向上插 再進行旋轉就可以解鎖 那一樣記得就是這個鑰匙 一樣是放在屋外的安全處 提供緊急救援做使用 不要放在家裡 也不要放在身上 沒有辦法複製 安全性考量沒有辦法複製 除了鑰匙功能可以開門的話 還有如果萬一真的是我們出國比較晚回來 那電力已經完全用近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這兩個接點 看到嗎 這兩個 橫的銀式 像兩個1的感覺 你只要拿9伏特電池往這邊頂住不放 頂住的時候就不要動 接著我們用另外一隻手去輸入密碼 或者輸入指紋 就可以進行解鎖 那 3C產品用到一段時間 難免會有覺得它有點 當機或者頓頓的 就好像電腦一樣 我們可以在這個中間這個 電池供應孔中間有個小圓孔 你可以拿回溫針或長一點的筆 往這邊頂住不放 它會進行一個重新開機的動作 它不會遺失你原來的記憶 它不是回復原廠設置 它只是重新開機 那剛剛有提到說 浮動密碼的部分 它會在我 靠近一定的距離的時候 它會進行提示 那這個一樣距離是可以調節的 我們可以調節大概 4到8公分的距離 當我們一旦靠近之後 它就會做這樣的喚醒動作 如果你覺得這樣一個功能 你不喜歡 或者是不習慣的話 也可以把它做關閉 用我們的手直接觸摸它 就可以直接進行喚醒 電池的部分一樣是有8顆 我們一樣是裝4顆就足夠了 大概可以使用6到8個月 依家裡的人數還有開關的次數 而決定 原則上我們在更換電池 就是4排為一個單位 4排為一個單位 那 盡量換同一個時期的電池 不要混搭電池 也不要裝 充電電池 因為如果充電電池 萬一發生故障的時候 充電電池如果損壞的時候 你會誤以為是主機損壞 那這樣子你就很難判斷出 到底是 發生什麼狀況 那這個 最右邊這一個 有看到嗎 最右邊這個是有個 A跟M 當我調成A 往左邊搬是A 調成A的話 我先開門 我只要調成A 我把門關起來 這個是會自動觸發的 它會自動觸發 那我再解鎖開門 我把他調成M M就鎖動 當我調成M鎖動的時候 譬如說家裡有很多訪客 我現在要譬如說 我要入錯或辦一個party 我得要把門常態型的 不上鎖 這時候我把他調成M 往那邊推 調成M 那感應器觸發的時候 他就 不會觸動 有沒有 他不會觸發 不會上鎖 再把他調回來 再按一次 這樣有看出來嗎 還有 這一個鎖舌 伸出來的時間 伸出來的時間 也可以經由主機去做調整 你可以讓他快一點把舌頭吐出來 也可以讓他慢一點 就看你使用習慣 接下來中間這一邊 有看到這邊嗎 這個是音量鍵 我們去調節音量鍵 原常是我們會調節我們在使用的時候你最舒適的音量 但是不管怎麼去調節我還是建議你保留一些基礎音量 避免按錯 去觸發到 鎖機 或者警報 這樣就在使用上造成麻煩 我建議還是留一點音量不要調整完全靜音 因為如果調整完全靜音的話 其實如果外面有人在按完全都沒有聲音的話 我覺得這樣也不太好 小偷可以靜靜的試試看密碼 能不能開 那在設定的部分 原則上我們要做任何設定的部分 就是按這個設定鍵 這個叫設定鍵 按一下設定鍵 接著 其他做 用主密碼的密碼做操作 然後 我先把這個門再開啟一次 如果晚上我要睡覺的時候 我要睡覺的時候 先把這個門關起來 當門關閉的時候 我會在這邊 這邊有個Double Lock 只要我要睡覺的時候 我們現在是關起來的狀態 我只要長壓這邊 長壓 已開啟室內反鎖功能 有沒有 他說他已經開啟室內的反鎖功能 當我進行反鎖的時候 外部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進來的 一定要用鑰匙才能夠進來 那解除的部分 不用特別按 直接拉開這個 手把就可以 拉開 這樣就可以進行解除 好 那我們再回到 正面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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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一旦關閉的時候 有看到小屋子亮嗎 按一下小屋子 我就可以 針對這台鎖 如果有人從 比如說有人跳窗子 小偷好了 小偷跳窗子 到我家裡面 然後在進行開門的時候 我測試一下開門 我現在其實已經上鎖 也按了那個小房子 小偷從裡面按開門會怎麼樣 它會發出警報 任何警報的發生 我們都一樣不要緊張 只要輸入正確密碼 或正確的開門方式 摸一下 這樣就好 這樣就可以解除了 不要緊張 這是三星739的改版 它的 植核模組是電容式 它改 不像之前光學士一樣 會有燈光 就是不再亮了 會有壽命上的問題 就好像燈泡不會亮一樣 那電容式指紋模組 它除了安全性比較高以外 那它使用壽命也會比較長一點 那 它的兩邊把手 兩邊把手已經 不同於以往 因為之前的 電子鎖的 整個外觀主機 幾乎 幾乎看起來都像塑膠感 就像玩具殼一樣 那這一次我覺得它改版還不錯 是因為 它外面這兩個把手 這兩個把手 都是金屬的 在使用起來 你會覺得它其實 它比前幾代會比較穩定 在做推貨拉的時候 是比較穩定的 鬆動度的 基本上 沒有那麼高的 應該是說 比較不會鬆動 比較不會鬆動 其實還算蠻穩定的 蠻紮實的 那 它使用這個歐規的大鎖體的話 我覺得 第一個除了防盜 效果好 再來就是因為台灣的門片 比較厚重 還有台灣處於 地震帶國家 很有可能門片跟門框會造成 位移 有就是說 門鎖土出來的時候 跟隔壁的門框沒有對應到 又或者是 因為門太重 長期壓迫在這個舌頭上面 會對這台鎖的這個鎖舌 造成損壞 驅動馬達 齒輪就會壞掉 我覺得這樣的設計還算還不錯 這樣的評分我覺得還OK 比起前幾代的話 這一款我還蠻推薦的 好那今天就幫大家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